新股贫中枪1000亏1.6万 下的核卖股份65万股被气扣 12月15日 A股市场迎来四只新股 发行价为192.6元的N百G U早盘直接以176.96元跳空低开 截至收盘N百G U报收160.98元 下跌16.42% 12月15日 核卖股份证券部一位人士 对时代财经表示 公司的定价符合规则 为了稳定此次A股的股价 百季神州引入了绿蝎制度 急售与中金公司 不超过初始发行股份数量 15%的超额配售选择权 江苏一位私募人士坦言 气购的主要原因还是 发行价定的比较高 192.6年的发行价 要明显高于港股 导致该股在上市首日就破发 时代财经注意到 随着市场的震荡 一些原本在今年上市首日 没有破发的股票 也出现了跌破发行价的情况 时代财经注意到 核卖股份此前披露的信息显示 网上投资者的中签号码 共有6953个 每个中签号码可认购500股 这意味着每个中签投资者 需全额缴款27.89万元 核卖股份本次6.5139%的气购率 仅次于中国交建的气购率 在过去10年 A股IPO申购历史上排名第二 也是过去9年多时间里的气购率第一名 问率数据显示 截至12月15日 今年沪深两市上市的458家A股中 剔除汇率生态重新上市 和中国能建合并葛州坝上市以外 有452只IPO新股 遭遇了网上投资者的气购 气购率达到98.69%